哈喽 大家好 我是And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 免费福利 送不停 今天再为大家送上两款免费的安卓单VPN 速度还是非常不错 节点也蛮多 等等防湿连必备神器 好的 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今天我们要介绍了两款 一款是安心 一款是Blue VPN 好的 我们打开我们的手机 我们先拖入手机进行一个安装 这边有一个风险提示 因为它不是应用市场里面的 我们点继续安装 我现在用的手机是Mate 30 欧盟OS4的一个系统 点继续安装 这边需要输入一个密码 好的 安装完成 我们再安装这一款 也是一样 我们点继续安装 这里打勾 这里点继续安装 好的 安装完成 啊 就是这两款啊 我们随便打开一款 这款Blue VPN 第一次打开 要稍等片刻啊 它要加载一些数据 那大家看到这边有一个百分比的一个进度条啊 我们等它走完 现在进入这个界面 那我们这个地方选择接受和继续 那这里 我们不用啊 不用 我们关掉 好的 这个呢 就是它的主界面 非常的简洁大方啊 那这一边是它的一个菜单啊 菜单 这边是这个 主页了 服务器了等等 这些 我们有需要就看看 没需要就算了啊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节点啊 这边是选择服务器 我们看一下 那目前来讲 只有一个DC1 Cloud2这样一个选项 那么只有美国的一个线路啊 我们朝下拉的话呢 这边有不少啊 这边显示度是零毫秒啊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零毫秒 不管它啊 我们打比方随便选一个 那 然后点连接 那第一次连接呢 也需要稍微等一下下 说等待 但是不要离开这个界面 好的 经过差不多一分多钟的等待呢 它出现了一个连接请求啊 我们这里点确定 确定以后 这边显示已经是连上了啊 这边是变成绿色 这边有一个连接时间 那这边是上传下载的一个啊 好的 那我们 回到主页啊 我们打开浏览器 那我们刷新一下 好的 现在是正常播放 好的 我们看它一个播放的情况啊 目前是自动1080的 我们看一下它的速度 OK 目前是15000的速度啊 15000 这个速度来讲的话呢 2K应该没问题啊 我们看看 给它2K 试播一下 看看怎么样 好 稍作缓通的话呢 现在正在播放啊 目前速度去到27000 我们给它快进一下 这个缓冲速度还是可以的啊 蛮快的 目前速度稳定在2万多一点啊 2万2 那我们现在来尝试 换一个节点看看啊 我们先给它关掉啊 关掉啊 我们随便换个节点啊 比方这个节点 我们再重新连接一下啊 它更换节点的话呢 也是需要等待一分多钟的啊 现在想是已经连上了 那我们再回到这一个视频这边来看一下啊 现在开始正常播放啊 速度去到9000多 1万多的速度 也就是每秒10兆啊 我们给它再快进一下 好的 速度稳定在10兆 11兆的样子啊 也就是 1万1000开的样子 那这一个速度呢 对于我们正常上网查资料是没问题的啦 毕竟它是一个免费的啊 免费的 好的 我们暂停一下 我们现在退出啊 好的 我们来看看另外一款安心加速器 打开一下啊 这一个是需要注册的啊 我们点立即注册 注册也非常的简单 这边需要一个用户名 那我们就给它随便啊 写一个就行了 然后邮箱来讲 即便填个邮箱就可以了啊 这边输入密码 重复输入密码 要数两次的啊 来 我们点注册 现在显示了注册成功 我们直接点登陆 那这边是说要不要升级啊 升级不升级都是可以的 我们暂时不升级啊 我们只是来演示一下 那这个界面也是蛮简单的啊 蛮简单的 这个加速模式呢 是智能加速啊 跳过中国站点 它是自动设置的 这边三个点呢 这样的话呢 这些常见问题 什么高级设置啊 等等 这个暗序设置啊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节点 那目前呢 这个美国有七个节点 那香港两个 日本五个 那韩国有两个啊 它这个后面呢 把每个节点的延迟啊 都已经撤出来了啊 标注在后面了 我们随便找一个节点 连一下 打比方 另一个节点 冲击以后呢 它选择连接当中啊 我们这里点确定 好的 现在看到这里是连接成功 连接成功 OK 节点的负债呢 是8% 表示说这个节点还是蛮轻松的啊 蛮轻松的 这边显示剩余时长呢 是9999天啊 也不知道是多少年 好的 我们来到这个YouTube 我们给它刷新一下 这个节点显示无法加载 没连上 我们重新回到这边来 这边显示连接 但是实际上好像没有流量啊 我们把它关掉 关掉之后 我们重新换个节点 再试一下啊 打比方这个节点啊 这个节点啊 负债比较低一点的啊 我们点击连接一下啊 这边显示连接成功啊 连接成功 目前是日本的一个节点啊 负债是18% 表示 这个很轻松的 好了 我们再回到这边来 OK 现在是连接成功啊 开始播放 我们看一下它的播放的一个情况 目前是480啊 我们先给它弄到1080 然后这边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连接情况 连接上 但是速度呢 一般般啊 2300多 每秒2兆的样子 这个速度是稍微慢了一点啊 而2000多速度啊 比较慢 我们给它暂停一下 再换个节点看一下啊 那打比方我们选最后一个节点 双击 链接一下啊 现在显示链接成功 我们再回到视频这边来 换个节点的话呢 这边是速度去到4500啊 我们给它快进一下 这个速度三圈四圈的样子啊 只能满足目前的话的一个需求 只能满足这个1080开 看视频的一个需求啊 比刚才前面这一款 BlueVPN呢 就差了很多 差了很多 我们日常使用XX资料什么东西呢 是完全可以的啊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啊 这两款VPN的话呢 我也会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